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5日 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 繼續跟大家說一說跟這個蔡天鳳案件 相關的事情 今天又有更加多的資料流出 不過我們這一節先不說那部分 我們這一節 想討論的是這個 調查轟動的蔡天鳳案件 這個 叫做西九龍總區刑事部 的警司 這個叫做鍾瓦倫 這個鍾瓦倫 就是被揭露 在2019年 原來2019年 用警司的身份 出來 恐嚇過香港人 最有趣的是 這個案件中 鍾瓦倫 作為自己的份內事 做刑事調查科 拘捕 涉案的 這些就是殺人犯 居然 有大量的藍絲 出來拍手掌 說要大讚警方 整件事 非常荒謬 本末倒置 如果警方 一早 將 相關的人士 在他們有案在身的時候 就拘捕的話 還怎麼會發生 今時今日這件事 你說多好笑 一大群垃圾藍絲 還想叫你出來 要多謝警察 警察做份內事 還要多謝他 這是你的工作來的 也不僅 還要如果你一早做事 根本就不會發生這個案件 你想到底 跟甚麼國家比較 你想跟第三世界國家比較 你想跟伊拉克敘利亞比較 還是阿富汗 我們現在知道 所謂國際化 香港國際化的方向 向著哪裏進發 原來 就是要跟第三世界看齊 要大讚香港警察 比第三世界厲害了 真是威風呀 好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法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蔡天鳳的案件 繼續轟動傳承 這個案件不僅 轟動傳承 裡面牽涉的情節 牽涉 背後的力量 背後的手影 現在是被揭發越查越多 不過這節我們暫時不說 只是繼續說 這個案件叫做中瓦倫 西九龍總區 就是刑事部警司 一個案件 揭露出更多社會問題 本身就是應該要被揭露 本身 媒體 還有其實不是媒體 是每一個香港人 都有責任要面對 這個社會問題 尤其是 到最後 原來每一件事跟政府有關 跟政策有關 這個怎麼會不是政治呀 怎麼會 不關你這群契弟事呀 還敢大聲出來叫人稱讚你 真是不知廉恥 其中一個 備受爭議的話題 之一的人物 叫做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 叫做鍾瓦倫 早前 還有垃圾藍絲KOL 昨天先跟大家說完 這個垃圾就叫做屈永賢 屈永賢專寫垃圾文章 中文文筆有差 這些垃圾 就是借這些機會 出來要大讚警方 要說警察做到事 再回答你一次 警察做事本身就是份內事 到底你是不是要跟阿富汗比較 這個警司鍾瓦倫就是被發現 被揭發 原來 在2019年就是多次粗暴對待市民 其實我也認得他 也記得這個名字 所以這個 叫做被揭發 是有一點 不是很正確 不過也不要緊 按照這樣寫著 在這個蔡天鳳案件發生之後 這個警司鍾瓦倫 就是多次代表警方召開這個 案情簡報會 向公眾 和傳媒交代案件的進展 亦 帶警員去墳場堆填區 嘗試把 把這個 蔡天鳳案件 這個女受害者 裏面的殘骸 殘肢 嘗試 尋回 垃圾男CKOL 讚寫文章 要大讚這個鍾瓦倫 說這個鍾瓦倫 做到滿眼紅絲 一臉疲斃 幾晚沒有睡過 你睡不睡覺 不是我們想關心的事項 你睡覺也好 不睡覺也好 本身要查案 就是要查案的 還有 你睡不睡覺 以及你給不給人讚賞 有甚麼關係 所以 那些藍絲KOL在想這些東西就是那麼奇怪的 覺得人家幾天都沒有睡了 人家去了玩 你知道嗎 人家沒有睡 可能去了下去蒲呢 是不是 可能有警員 下去不知哪裏是男女 吃鮑魚 真的吃飯那些 可能在收朱古力地通拿呢 你又知道他一定是跟查這宗案有關 是不是 我當你看到他的樣子 真的很累了 好像幾晚沒有睡過那樣 你怎知道他是不是下了大富豪劈酒 原來現在查案 要一個人查的嗎 整個警隊 幾萬警力 有個這樣的案件 我就不信沒有人查 是不是 只是要靠 警司鍾瓦倫自己去查嗎 這些人說話也極度無知 也極度無恥 除非 你真的是 覺得整個案件就是靠中瓦倫一個人去查 這個不是探員來的 下面有整隊人去查 有甚麼那麼累呀 要搞到幾天不睡 除了他 走下去玩之外 我想不到甚麼原因幾晚都不睡 連那些警隊垃圾靈日之星 都收30萬地通拿 他 會不會 真的走去查兇殺案 不走去社交 出去社交 賺錢賺得更多 垃圾文章一出 立即引來網民大力反彈 本來也沒有人留意這個案件 這個屈詠賢 所以 報稱被藍絲和親建制人士 圍攻 寫千字文 很正常的 因為你 死亡之吻 射完鍾瓦倫之後 本來可能大家 真的因為 蔡天鋒的案件太轟動 暫時把 鍾瓦倫的惡行丟下了 但是 在你的死亡之吻加持之下 立即 引來大力反彈 到底你想害鍾瓦倫 還是想贊鍾瓦倫 屈詠賢寫完文章 立即引起 社會強力反彈 立即有人要找回資料 發現鍾瓦倫當日 帶著 十幾二十個 軍裝警員 拒絕出事就是警察編號 當時有市民 以及區議員 這位區議員 我們也認識的叫陳振哲 去 質詢 問為什麼警員 沒有這個號碼 結果這個鍾瓦倫 就是露氣匆匆 繼續拒絕出事任何號碼 叫陳振哲 請你去投訴 我是這個紅磡 分區的指揮官 當中黑警在2019年的暴行 我們不一一重複 當然鍾瓦倫 作為指揮官 你沒有看到他下手打人 但是 他作為指揮官 雖然在他身上 暴力直接不是 出自自己對手 但是 整個警隊的暴力鎮壓 一定跟這些指揮官有關 所以 鍾瓦倫 雖然在鏡頭面前 不是自己動手打人 但是實際上 鍾瓦倫就是一個赤裸裸指揮警隊 暴力鎮壓市民的人 所以你說蠻好笑的 垃圾藍CKOL 經常學人出書 說教壞小孩 有甚麼東西比你差 八婆 公然讚揚一個人 用武力對付 普通手毛串鐵市民 查一宗 份內的案件 本身的案件 可能可以制止 警察不是 只是破案的 警察是有責任 制止罪案發生的 還好意思呢 這次就抓到人了 這次就做到事了 有你的垃圾 怎會不教壞小孩呢 香港就是多得一群人責 自以為自己拿著一兩點 很正義 做的每一件事 幫政權 淘汰抹粉 在助奏為約 然後還要很過癮 覺得背後有靠山 欺負你沒有問題 其實你們沒有甚麼可以做到 你就繼續在香港 欺負市民 除了欺負市民 拘捕網民 還有甚麼可以做呢 所以 記得 我們還有很多 人要對付 現在集中火力 因為民情 適合對付恩子丹 因子丹 聯署 現在已經超過了10,000 現在是10,600多 如果這個聯署超過15,000 根據這個網站所說 就會成為暫時這個聯署 最高的 大家記得就努力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